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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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动力是对话与合作 韩方坚持认为 就是南北韩随时随出都可以会面 也可以通过非接触的方式展开对话 今天的社交店节目就为了 文在英总统新年何词的评价和展望 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要求的是两位专家 一位是评论家徐明奇先生 另外一位是索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大学 黄飞教授 两位好 大家好 黄教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文在英总统11号在清华台发表的 新年何词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好的 我们看到文总统在11号 在清华台发表了新年何词 然后我还特别去清华台的网站去看了一下 他还亲切的翻译成了中文版 然后内容量非常大 我看他涉及到各个方面 经济 政治 外交和社会保障 然后以国内方面为主的话 就我们说了去年过去年的 大家一想到2020年就肯定是疫情了 所以2021年首要的任务 实际上就是抗疫 要把它抗疫成功 所以实际上文总统也说了 我们今年的主题 有一个keyword就是恢复 要恢复到摘口罩以前的生活 当然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实现这个愿望 因为疫苗现在已经有了 而且在第一季度就要开始打了 那二月份就要开始打了 然后在疫情方面 他还强调了南北韩的共同防疫 然后在财政方面和就业方面 现在我们知道第三波的补助金 现在也已经批下来 现在在发放给中小企业 还有一些个体户 然后但是我们说实际上过去的一年 因为这个corona的疫情 然后对韩国经济是有所影响的 但是在整个经合组织 也就OECD国家里头 实际上韩国的抗疫的防疫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整个经济增长率 在2020年也是名列前茅的 然后2021年我们说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 所以今年实际上也是希望有一个跃升 也就是文总统在新年贺词里强调的第二个主题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说股市也是14年破了3000点 然后各个地方都是在危机中充满了希望的 只要这个疫情能控制住呢 现在这个韩国经济来讲的话 通过这个稳住就业和提供一些这个补贴 然后再加强这个韩版新政的这个落实 比如说这个碳中和 还有这个绿色经济 还有这个高新技术的发展 这方面呢实际上是文总统就是特别强调的 然后再来就是跟国际社会的一些经济的往来 比如说这个文总统也提到考虑到加入这个CPTPP 这个和这个协议合作 而且呢今年年内呢也有望就是达成这个中日韩FTA的 这个签署和谈判谈判和签署 然后在这个房地产方面 我们说这个去年实际上年底 大家可能最对文总统失望的地方 就是这个房价涨得太多了 然后呢文总统也提到了 要把这个楼市大涨的这个事情 他首先深表歉意 但是他觉得这个如果是供给 加强供给扩大供给的话 那么能够稳住这个房价 然后让这个房价呢 能够让这个广大的这个市民能够接受 然后特别是强调这个 比如说这个一些青年夫妇 或者是一些这个还是没有什么经济能力的 加强这种经济适用房的这种建设 当然呢这个还有一个第三个关键词 就是这个说到一个这个包容 这个包容好像就最近 就是大家好像就觉得说 是不是跟这个朴槿惠的这个 这个赦免有关系 还有李明博的赦免有关系 但是清华台这个表示 就是说这个方面呢 实际上他是希望这个社会上的 这种包容心更强一些 因为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大家这个抑郁啊 或者是中间的一些矛盾 接近矛盾可能就越越越升了 所以呢 现在希望在保证民生促进 经济的方面更多的减少争论 减少政治上的争论 然后但是跟这个李明博 朴槿惠的这个前总统的赦免 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强调 那个就业的那个事情 但是然后现在看来啊 当然也有那个疫情的关系 但是现在就业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好 在这个维持的这一些小工商人的这个这个营生嘛 但是失业率确实还是很高 因为同比现在好像是少了到二三十万人 这样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创造工作岗位这边呢 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都要投入这个三十万亿的这个韩元 所以说这个七十三十万亿韩元的预算 这不是少数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疫苗 说是二月底开始免费 就是说全民免费 按顺序 大概是先是什么医疗工作人员 然后有人说这个六十五岁以上先打 有人说不对 四十岁到这个六十岁之间的要先打比较好 那不管怎么样呢 说因为韩国呢 在这方面以现在已经确保了 大概就五千六百万人可以打的 就是有的要打两次 有的要打一次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是已经就是说全国这个国民呢 都能打 如果这里扣掉这个小孩的话 可能更多一些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免费的这个二月底开始 然后按照顺序 然后打 所以说这个当然现在很多人在期盼 能够摘口罩 能够趕快摘掉口罩 可是现在不只是国内 国外也是一样 现在看起来的话 说今年以内要形成这个群体免疫的可能性 还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今年呢 可能这个摘口罩的可能性还不是那么大 现在大家预测说就看明年一季度以后怎么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要度过一年的 至少要度过一年的 现在的这种情况 还有呢 就是说文在英总统强调说 我们这个隧道呢 走到了尽头 黑暗的隧道 马上就要看到曙光了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就以前是不确定性 现在呢可以预测 也可以做计划了 所以说应该今年呢 对这个就是国内的经济也好 各方面也好 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当然国内问题也是比较重要 可是那个对外关系也是非常重要 对外关系 现在就是说先看南北 南北 刚才全老师也稍微介绍过了 就是说 其实啊 这个之前韩国就说要加强这个所谓的防疫合作 对南北之间 然后疫苗呢也会提供 但是这个好像那边的反应 没有反应 根本就没有反应 没有回应 那么这一次不是这个竞争文员长说了吗 这个都是什么防疫啊 或者是什么散客去旅游啊 什么这些都非粉之性 不重要的 那重要的什么呢 好像是这样 一个是什么 就是韩国最近不是这个引入了这些尖端武器吗 对 那你这个不要 那还有一个呢 就三月的话又开始 这个立行的这个联合军演 美 你这个不要举行 这个其实联合军演不是说这个韩国总统一个人说 我不举行就不举行了嘛 所以说这个问题也很难答复 然后呢 这个不是这次党大会结束以后 14号晚上不是又有一个阅兵式了 对 在这个是继这个劳动党 政党75周年之后又开始 这个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什么半年 根本就几个月的时间嘛 对嘛 所以说那这个呢 好像是一释放 像韩国也好 像美国也好像释放出一种什么信号 我们呢 你来硬的 我也来硬的 你来软的 我来软的 什么强对强 什么善对善 好像有这一方面的 至于美国呢 刚才薛老师也介绍过了 还是 因为二少马上就这个新政府要成立了 拜登政府 那么还是一样嘛 要加强合作 然后呢 这个共同应对 这个什么半岛的问题 这个是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对 没什么特别的 至于日本方面呢 因为 现在周边国家 什么跟日本的关系 还是不是那么好 对嘛 现在又来了一个 这个就是强征劳工的问题也好 还有什么 过去的这个未安妇问题 还有一些什么岛屿 就读到什么那个 领土纠纷 这些问题呢 现在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情 还是拖到现在 这是日本最近的疫情 哦 突然又恶化了 对吗 所以说这个 在这方面 现在就是他们的一些什么 奥运会的问题也都存在在那里 反正现在 菅英伟 这个任首相以后呢 好像日本 好像是比过去 好像是国内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一些 所以说 这个改善 这个跟日本的关系呢 现在呢 我看还不是那么明了 所以 整个来看的话呢 这个韩国呢 现在是这样 就是 要 要在这个 以后呢 要在这个 所谓的在 全方面呢 要做一个 所谓的这个领先的一个国家 在运行结束以后 所以呢 他也考虑加入这个团体 加入那个团体 反正是 目前的情况呢 对韩国来说 是一个机会 但是呢 也是一个挑战 嗯 是 暴龙被替代为那个什么 这个合同 对 就是统合被包容替代了 对对对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对 我觉得其实咱们回忆一下去年年底 其实矛盾还是蛮这个这个尖锐的 不仅是这个国内的这种这个检井的这种矛盾 然后再加上这个国外的一些国际局势 尤其是这个美国大选闹得就整个这个全世界都沸沸扬扬的 然后这个防疫也是就是在这个第三波大流行以后 是这个首都圈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实际上现在呢 我们说这个统合 因为原来文总统我觉得一直在强调这个 不管是在野党和这个执政党的这个统合 还有这个就是南北之间的关系 要要加强这种互通互网 这个要加强这种合作 但是呢 现在好像觉得说 如果一直就是他单方面的去推进的话 好像没有人去听他的 没有人跟他合作 所以呢 这个包容这个词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矛盾 现在已经在激化的这个升级的过程中 然后提到的这么一个关键词 而且呢 这个现在可以看到 因为我觉得可能韩国政府 还是比较在意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总统的 所以就是下个下个礼拜 这个我们知道拜登就上台了 那么拜登上台肯定跟特朗普的不一样的最大区别 就是他肯定要联联合盟友 然后去加强这种合作 所以呢 这个可能韩国政府现在也提出到这个 不管是他自己的这个韩盘新政 还有这个碳中立 还有这个加强成为一个先进领先的国家 这些都要跟美国这个加强这种 韩美的战略经济合作 加强这种在卫生防疫数字和这个高新技术 还有这个多边主义这种五大领域的合作 那么这个方面呢 肯定是需要这个包容的心态的 而且呢 跟这个周边国家 不管是美这个这个北韩 还有这个日本 这些地方 现在就是要求同存异 要把这个共同的一个疫情 要共同的扛过去 然后呢 经济呢 也要也要这个恢复到这个原来的这个 高速发展的情况 那么我觉得还是很需要包容这个心态的 这是那个新年核实当中 文总统没有提及到那个 最前被所关注的两位前任总统的 那个豁免问题了 这个因为这是这个 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洛渊提出的嘛 当时呢 这个提出了以后呢 大家都很知道 到底是他自己说的呢 还是跟新管台已经有过 这个这种交涉 交流还是怎么样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好像是自己提的这种情况 好像是看起来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党内也有反弹 就是说 最近也不是有些民调吗 民调呢 反对的这个声音比较多一些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现在 因为这个朴景慧前总统呢 不是已经被判定了吗 20年不是定了吗 对 那么定了 其实你说设的话 是在定了以后设是 这是对的 但那个时候呢 是还没有这个确定刑期的时候呢 那就是说 那么这个就是 把它这个就是提前的 就是刑事这个拘留了 把它解除 不管怎么样 现在呢 你是可以设 但是呢 现在这个民主党 还有这个 现在李洛源代表的意思呢 就说 要先道歉 你这个 你把这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的话 你现在就这样设就设嘛 要道歉 好像是有些前提条件在那里 所以说呢 在野党又抨击了 应该要设就无条件设 哪有说是要 那么现在呢 清华台也是在这方面呢 还没有做出一个什么决定 所以呢 在这方面呢 就是也没谈 就是不然的话 你又 你说了的话 以后这个 当然这个又娱乐又沸腾 又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 干脆我看 就是这部分呢 就是删掉了 就没有 没有再说了 这个新年和德章争 也有英论注目的是 这个全民接种 疫苗接种的问题 对对对 您是怎么看的 刚才徐老师也说到了 就是现在实际上 我们从去年底看 就是觉得好像韩国政府 在这个购买疫苗的时候 不管是预算的这个审核 还有这个购买的这个时间点 还实际上是落后很多国家的 那然后当时这个国民 对于这个表示这个很不满 然后这个文总统的这个支持率 还下降了嘛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至少来讲的话 韩国因为人口是5000多万嘛 那5100万 那么现在已经购买了 5600万人份了 而且第一批接种对象 其实是现在是扩大了 这个接种对象的规模 是3200万到3600万人的 而且最早是从2月份 就开始启动这个疫苗的接种工作 而且是全民免费的 我们说这个首先 这个接种的优先的人群 就是医务人员和65岁以上的 这些重点的这种要保护的人群 然后就是这个现在是有争议 说是劳动者的这个要先接种 因为他们这个尤其年轻人到处走 他们其实是一个感染非常有可能的人群 然后他们又牵扯到一些经济恢复的一些问题 当然这些都是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疫苗 尤其是在这个英国美国其他的地方 接种的这个情况来看 并不会像做政府这样计划的这么顺利 而且尤其是民众现在对疫苗的这个信心 实际上还是不足的 因为这个疫苗毕竟研发了不到一年之内 就已经推出紧急这个批准使用了 那么它的副作用和它的这个有效性 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大的这个样本的检测 就而且尤其是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人的差异也不一样 环境也不一样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韩国老百姓可能还是属于一种 就是我要我要打我就想打最好的 我就想打最贵的 每个人都是这么想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政府也说了 说实际上大家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那这个事情实际上会造成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摩擦了 就会有一些矛盾了 那有人可能就说我我愿意花钱打 那你不要给我免费 我就想选择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拖延 就看现在美国也有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打那个疫苗 不打哪个疫苗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 实际上在这个1月初 我们现在这个计划的这种全民免疫的这个计划 比如说到6月份到这个夏天过了以后 大家都可以打了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计划可能会被延迟很久的 可能到今年这个年底 然后在这个冬天到来的时候 就大家在第三波或者第四波或者第五波又重新来一遍 可能到明年年初可能才能实现这个免疫 而且这个疫苗据说现在保守估计也就是半年的有效期 也就是说到了年底又有一轮的要打第二轮的这个事情要来 所以这个疫苗的事情我们现在说免费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能按部就班的按照政府的计划去接种疫苗 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其实没有形成那个全民那个抗体的话 其实问题不会完全解决 对一直会 所以说你这个刚才说这有效期说半年 如果说是一年的话 那么跟那个流感一样 你每年打一次没事就好 对 问题是如果半年的话 那个每半年就要 还有要打两针不是打一针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每天到医院去打针去 对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说 今年以内韩国政府是要争取到70%的这个国民打这个疫苗 但是现在刚才黄教授也说了 有一些人就是对这个疫苗好像信心不太 安全性 所以说有的人说是不打 当然有的人说要赶快打 这反正是现在是有人这样是有人是那样说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刚才黄教授说的 这个一般的这种疫苗你研发以后需要大概几年的时间 但这一次就不到一年 而且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就是说有免责 就是说你要买我的吗 你就签了 付作用 有什么问题 我不负责任 所以说现在 说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打了 如果有问题了 那可能我找谁 所以也有这种心态在这里 其实这个信念何止少不了这个南北韩问题 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 北韩劳动党第八支大会 刚刚结束了 你觉得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什么 这一次八天很长 是 年初一开始从5号开始 2到12号 那么很长 那么每天都有一些新的话题出来 那不管怎么样 当然这一次有个特别的就是说 承认这过去5年的经济发展 5年战略失败 这个在劳动党大会这样说是 好像北韩领导人里面 金正恩是第一位 对 对吗 那么现在失败了 失败了怎么样呢 再就是制定新的5年的一个计划 然后在今后的5年里面 当然要把这个经济给复苏起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还有一个就是说 目前当然疫情也是问题 还有制裁 什么经济困难 这都是已经很长久的时间 所以有多少天战斗战斗又来 但是这一次还是一样 强调的就是自力更生 对 然后一个是自力更生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自强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说要 就有洲际弹道导弹也好 什么前射弹道导弹也好 所以说昨天晚上不是也有这个阅兵式吗 就是说什么强对强 善对善 就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给这个韩美两国的一个信号 对 就是说看你的政策怎么样 我就会怎么样应对 那么目前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具体性的什么政策 什么路线怎么样 还没有 但是呢 他表现的就是这些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他这个组织 就是领导班子有个重组 对吗 这里有一点特别的是呢 这个大部分 70%以上换人了 而且都是换下年轻人 我们说什么新老交替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这个像他的包妹 我们说劳动党专案委会 第一副部长 现在第一这个字 好像没有了 那是不是降级了 我看是并不错 跟这个跟降级 没什么关系 我看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他本来是政治局的 候补委员 现在这个候补委员也没了 所以呢很多人说 哎 这金与正大概不行了 这个我看这是不对的 一个猜测 对吧 你看还有 他呢永远会在那里 这个对他来说 并不是很重要 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金英者 统一战舰部的部长 他过去呢 也是这个劳动党副委员长嘛 那么上一次不是那个什么 核内会谈破裂以后呢 不是被退出一线了吗 那么这一次呢 恢复了 这个统一战舰部部长的这个职位 所以说 以前这些人呢 也有开始用 但是呢 还是一样 年纪大的一些老干部呢 大部分都退出了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用一些新的人 而且呢 也有这个像政治局常委 五个人嘛 这里呢 也有这个新的一位 人选要有进去 所以说 这样整个的看起来的话呢 他这个组织党章 也有一些变化 对 然后呢 这个对外释放的嗜好 信号 简单的说 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 但是呢 就讲强对强 善对善 那么南北岸关系呢 还是刚才我也说了嘛 这些非本质性的那些 琐碎的 我们不接受 要嘛 你就来大的 好像是这个 五年前他不是说 那个经济发展 跟那个核开发 是并进的 对 然后今年呢 就是经济发展方面 有失败 是 社会主义国家 很少说这个失败 这个词 但是呢 这是对 这是他说失败 然后他又强调了 那个加强国防能力 对 这不是互为矛盾的吗 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现在 实际上 他是把这个重心 就是完全是放到了 加强 强化国防 这个上面 而且他这次提到了 就是这个北韩朝鲜 也就是作为 拥合国 希望国际社会 承认他这个地位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信号 也就是说 这个当然 强对强 这个是他自己 内心的这种 这种期许 那么美国要跟他 如何打交道 韩国要如何 跟他打交道 他实际上是在 拥合的基础上 而且呢 不仅是洲际弹道导弹 这个新的核潜艇 设计研究 也已经完毕了 也就是说 实际上 现在这个北韩 是加快这个 这个国防的 这个强国强军的 这个步伐 而且呢 他修改的这个新党章 也是确定了 这个党和军队的 领导地位 而且是服从党的 领导在守卫 也就是说 实际上经济是有困难的 但是老百姓 现在要知道 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 我们经济为什么不好 他其实是把这个原因 归结到这个制裁 这个方面上去了 所以呢 现在所以他对这个 韩国的原来的 这种这个暖春啊 政策啊 这种交流的政策 现在都不屑于 去care这方面了 他觉得这个韩国 在这个朝美之间的 对话方面 其实没有起到 任何的积极的作用 而且僵持了这么久 从河南以后 就没有开启 重启这个朝美谈判 然后呢 这也导致了 这种天灾人祸 就是两边的 这个双面夹击 这样 这样其实是 对他这个经济 发展失败 他很坦诚的 就承认了这个失败 所以呢 但是我不觉得 这个是他说 我做错了什么 而是说 这个外界的一些制裁 导致了我们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 要以更强大的这种态度姿态 去面对这些 这个所谓的敌对势力 就是所以呢 这个方面的话 实际上 现在还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这个拜登上台以后 会对朝鲜 做出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应对的这个措施 然后再加上这个三月 韩美军演 到底是否会如期进行 这些方面可能会造成一个 韩半岛的一个 这个局势紧张的 一方面的一些问题 今年的那个新年和词啊 就是涉及道德面特别广 经济到就业啊 国防问题 南北问题 甚至是那个什么 国际关系也都谈了 那您是 那徐教授 您是怎么研判 今年的新年和词的 一个意义或者特点呢 当然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这个防疫的问题 因为这个防疫 然后再连贯起来的话 还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这都是包括在以内的 对吗 再加上的房地产 就业啊 这个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那么至于这个 对外关系方面呢 现在呢 当然因为美国新政府 马上要成立了 跟美国的关系 你要怎么样重新定位 然后呢 尤其在半岛问题 南北之间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跟日本呢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么南北问题呢 现在呢 就北韩对韩国的 一些表现的一些善意呢 不予理会 所以说呢 这还要僵持一段时间 还有美国新政府成立以后 其实拜登政府 新政府成立以后呢 现在不是说这个半岛问题 不是他们第一个首要 一个问题 对吗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呢 要等 那么北韩也会等到这个 轮到他们以后 那之前呢 很多人说呢 可能会什么试射 什么导弹 以我看来是这样 如果说拜登政府 没有掏出他们的牌 以前 像发起这种军事挑衅的可能性 并不是那么大 也就是我们要看 你要怎么样做 那么至于南北韩关系呢 韩国政府呢 还是希望能改善也好 恢复也好 要做出努力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 韩国可能还会继续再做下去 那么要看北韩 他们的态度 以后呢 是怎么样 就是决定以后 才能跟美国的关系 跟韩国的才能 有得到解决 其实啊 今年的新年核辞啊 就涉及到的面特别广 这就代表 这新年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这么粗重复杂 而且很多 希望是2010年 都能够顺利的解决这些问题的 今天的视交电节目到这位置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 下周见